各位媒體先生女士 還有我們公部門各位 參與的這個部位相關人員 大家還有出席記者會朋友 大家早 那今天我們時代力量幾位委員 我們支持這個 關塘三階的這個案子 關心這個案子 所以今天跟自救會 還有環團召開 揭開關塘三階 不讓居民知道的公安秘密 這個記者會 那今天我們也邀請到國營會 經濟部國營會環保署 能源局中油工業局相關部會 所以今天等一下 來說明之後會請他們來回應 那我們就交給 潘中正老師 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關心藻礁的夥伴們 大家早安 這是我們第一百零二次的記者會 那過去以來我們看到 不管是中油在環屏上面的資料 或者是說這個地方強調 一直是三階 無可取代的唯一方案之類的 那一直到他們的環屏 是這麼樣的滿漢的通過 那聽證會也不開 然後最後呢 在這一次的工作團的擱淺 然後造成藻礁的傷害的事件之後 我們還是看到他們一直都是推脫 然後桃園市政府呢 根本沒有意思要中油停工 違背他們自己的承諾 那其實我們也發現到 我們一直在打生態呢 好像一直碰觸不到整個 事件的核心 讓他們即時的懸崖熱馬 那在今年呢 大概二三月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前行政院 災害防救專業諮詢委員 蔡委員呢 就跟我們聯繫 他說你們應該要注重 社區居民的安全 他說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因為就他所引進來的 有關於 就是在各種開發案裡面 公安部分呢 應該是要用最惡劣的情境分析 來做各種的因應措施辦法 但是很明顯呢 在三階的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看到中油公司是 罔顧社區知情權 這個罔顧社區知情權 簡單的說就是 罔顧人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我簡單的呢 用圖表來跟大家大致說明一下 我們相關的所有的檔案呢 其實都在我們今天記者會的 第二張背面 有一個QR Code 這個QR Code上面呢 有所有的 包括今天的新聞稿 包括相關的 整個這個公安的論述 那還有各種圖片 我們也謝謝 我們也謝謝 時代力量黨團呢 支持我們這個 要中油 好好的來面對我們社區公安的問題 這是今年3月3號 中油回覆陳交華委員 有關於我們提出來的 在最惡劣的情況之下呢 這種情境之下 三階的除草如果爆炸 到底它的 爆壓的距離是多少 在這一筆 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非常敷衍 好 你把它擺下來 他們做出來的資料呢 竟然是 這張印的不是很好 很抱歉 但是那個QR Code上面很清楚 他們說呢 這個爆壓影響的範圍呢 只有204.6公尺 所以說這個範圍 都在觀塘工業區內 沒錯 如果是204.6公里 那都在觀塘工業區內 這個我們承認 他說與社區的距離呢 約在2公里以上 不至於危急鄰近的居民 這是他們的答覆 我們發現了 他們是沿用舊的資料 完全不是按照最新的 國際的規範 這個稍後呢 我們的律師們會補充 實際上的 嚴重狀況是這樣的 也就是今天這張圖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所謂一個PSI就是 在這個範圍內 98%的窗戶 玻璃都會碎裂 那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狀況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那是多遠的距離呢 7179公尺 約7.2公里 這是這一個半徑圈 這個半徑圈裡面呢 包含了什麼 包含了觀音工業區 陶科工業區 環科工業區 大膽電廠 其中呢 陶科工業區 環科工業區 都在1.5公里的範圍內 我們看第二張圈 我們看第二張圖 就這張圖呢 這張圖呢是0.1個PSI的距離 它是35.6公里 35.6公里最遠的位置 都還會造成5%的玻璃破碎 那這麼嚴重的問題 中游完全沒有告訴社區居民 所以我們等於是幾乎整個桃園市 通通都在這個範圍內 這裡是新竹市 整個新竹市都在這35.6公里範圍內 新竹市人知道嗎 如果新竹市人不知道沒有關係 我們大潭居民只離1公里 2公里距離內的 有多嚴重呢 我們來看看這個超壓表 這個超壓表呢 從0.1一直到24到50幾 它分別有敘述 它會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像玻璃0.1的PSI 它就會有5%的破損 玻璃破損 到0.9個就已經有90%了 非常嚴重 然後接下來 我們來看對身體的傷害 如果是一個PSI 那麼吳家衛老師沒有特別的寫 但是在1公里的位置呢 它竟然可以高達32.9 這麼大的PSI 可以說在這個地方爆炸在1公里內呢 是人畜皆亡 2公里的範圍內呢 內臟完全磋傷 等於是生不如死 那我要告訴大家 這個圈圈範圍內 就是1.5公里範圍 這裡面還包括著 兩家的化學廠 這個資料呢 是1.5公里範圍 幾乎是桃科環科 通通都在這個範圍裡面 我們的廠商知道嗎 我們的員工 在這裡生命受到多大的威脅 他們可以得到應該有的防護知識 和一旦發生爆炸的時候 要怎麼樣的因應面對嗎 這些工廠他們的應變計畫 有辦法去做出這個資料來嗎 沒有 因為沒有人告訴他 會發生這樣的問題啊 如果執政黨一向呢 一直說和四是多麼的不危 不安全不安全 那麼像這樣的 又安全嗎 如果按照他們現在這樣做的邏輯的話 那何事也不用 我們再也跟民進黨長期奮鬥這麼多年了 是不是 這個是1公里範圍內 剛才我們看到 中油的意思是說呢 兩公里的範圍內都沒有人啊 沒有住家的意思 沒有說沒有住家 廠房算不算住家 是吧 有很多的員工 甚至他們的主官 就住在那個廠房裡面 這麼多的廠商在這邊 其中我再強調 包括兩家毒性化學工廠 也就是 在這個範圍裡面 其實人口數超過五萬人 有四百多家的工廠在這裡 其中有二十五家 包括新屋有一家 總共二十六家的化學 毒性化學物 毒性化學物就是第三類的 它是極性的 不像那個多綠連粉啊之類的 我們是吃了慢慢發病 它這個是一旦有複合式的爆炸 也就是說當你除草爆炸了 這一爆炸影響到他們這個地方 也連鎖的爆炸的時候 那個複合式的傷害是什麼 所有的毒氣外泄 那住在附近的居民是 馬上就受到傷害 那他們有跟著去做因應 防災的計畫嗎 沒有沒有辦法 因為中油不給他們相關的資料 所以我們今天要邀請各個單位來 就是你們如果負責是公安部分的 請你告訴我們 要如何要求中油把這些做好 保障我們社區居民和企業的 生命財產的安全 這張圖是2004年 蔡嘉義博士在台中第二天人氣接收站 在環評的階段 她就去參與了五次以上的專案小組會議 最後她要求到台中第二天人氣接收站 做最惡劣的情境 後果分析出來的結果 距離三千多公尺 三千多公尺還是不符合蔡老師的 這一個所謂國際標準 但是她已經是這一次中油回復給我們 陳老師的十幾倍以上了 這個資料還可以用嗎 這個資料是中油對我們社區居民的 一個交代嗎 我想在這裡非常可以一目了人 就是說當政府的高層要求他們 這個案子一定要過的時候 他們就一再的蒙騙 把舊的資料把假的資料丟給我們 包括過去說我們那裡的藻礁 會造礁的藻類呢 它的覆蓋率只有0.3% 現在海大去調查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0.3%跟百分之五十差幾倍 可是當時怎麼會有這樣的資料出來呢 然後大家也知道 過程裡面整個的蠻憨 不尊重專業 這個案子還是繼續推到現在 這個就是整個觀音區 毒性化學物質前示圖 其中25家 這所有的黑點 都是裡面有毒性化學物質 第三類的毒性化學物質 它引起的複合式的災難 那是非常的恐怖的 然後我們來做一些比較 2001年湖口有個福國化工 福國化工呢爆炸的時候 這是他們的廠房全毀 這是蔡嘉儀博士到現場現刊的時候拍下來的照片 他寄給我們 然後我們再看附近的 道路上的車輛 道路上的車輛呢 它的玻璃也是全毀 這些圖片呢 QR Code裡面都有 可以找得到 然後附近還有一家工廠 我們看到他們的警衛師的玻璃全毀 那福國化工它的爆炸威力是多少 1600公斤的TNT 它只有1600公斤 不是公噸 那我們觀塘三街一座16萬公斤的 除草爆炸的威力是多少 81000公噸 它是天津大爆炸的182倍 它是高雄氣爆的698倍 它是福國化工的50625倍 嚴不嚴重 這一些數據 我們的設計居民完全不知道 開發案可以這樣對待當地的居民嗎 發一點錢做一些 讓他們那些社團領導人呢 覺得很爽快的事情 滿足了他們 然後這個案子呢 就可以開發嗎 可以這樣做嗎 這就是我們很多國營企業相關 在開發案相關的手法 不然不會跑出 那個叫什麼煤啊 我們來 來院長講 乾淨的煤這樣的烏龍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有六大訴求 第一個 觀塘三街的後果分析 完成是在台中 台中港的二街之前 是錯誤的 是沒有辦法驗證的方法 中油應該依照二街的後果分析方法 要用最二類的情境 推估危險距離 來維護鄰近社區居民的安全 第二點 最惡劣情境的後果分析 也就是料敵從寬的超前部署 現在大家都知道 疫情很嚴重 要超前部署 那中油就應該先做好 最惡劣情境分析 然後將評估的結果 和因應的對策 在地方先召開說明會 並且通知影響範圍之內的廠家 列入緊急應變計畫 那公布在網站 來落實對居民 讓居民對災害認知的權利 第三個 因為超壓的影響實在巨大 那不幸發生的話 對相關地區的居民漲價 他們的生命財產都會造成嚴重的威脅 所以中油應該對影響地區的居民 發放相關的防護器材補助 比如說讓他們的玻璃 可以是一個鎮暴型的玻璃 或者是建築物 怎麼樣加強他們的支撐 減少這些鎮暴帶來的壓破壞 第四受到這麼巨大的廠家 影響的廠家 應該有被告知和獲得相關應變措施 修改他們的那些應變計畫的這樣的權益 那我認為這個中油是責無旁貸 第五個 再重新做這個評估 再開地方說明會 那廠家應變計畫修正完成之前 我們認為應該全面停工 以示對在地人民企業生命財產的尊重 這部分我們會要求環保署 在環民的過程裡面 既然已經嚴重的忽略了 這回應該要要求了 公安的問題 如果還不處理 我們會到地方去辦說明會 我們會讓地方民眾 知道他們身處在一個什麼樣的 不定時炸彈的狀況之下 那第六點我再次不多說 大家可以看那個 因為這是因應去年12月1號 在台北港的 有關於城鄉 讓很多名外籍勞工死亡的那件事情 好 那我的說明就到這個地方 那接下來我首先請我們的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就是說當初一來07年10月8號 關塘工業區還有關塘工業 敢通過環民的當天 其實環民委員王借居 他那時候就有提出書面意見 在抨擊說這整個開發案的那個 對災害的分析是非常淺薄 所以其實當時唯一比較有公安相關專業的 的環民委員 事實上是對他的那個災害分析 事實上是非常的不滿意的 那我們現在事後來看 整個關塘三階 他的選址事實上是很有問題的 整個第三天然氣接收在 他事實上緊鄰大潭工業區 就是我們的大潭電廠 然後環科工業區 陶科工業區 觀音工業區 有數百家的工廠 那包含非常多的第三類 毒性化學物的工廠 而且還有大量毒性化學物運作的場所 在這樣的狀況下 你一個有爆炸 就是說有一個爆炸事故風險的一個開發案 你靠近那麼多的化學工廠 甚至大量毒性化學物運作的一個地方 反正如果發生事故 他不只是爆炸的影響 萬一不小心炸到那些毒性化學物的工廠 讓那些毒性化學物釋出的話 事實上對於周包的廠商跟居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們認為既然選址錯誤 我們還是強烈的呼籲中油 來去評估去簽子 因為我們也知道這個地方不但有安全的問題 過去我們也知道他的海上條件很差 該在這裡事實上是不好的 那再來是我們也知道中油 他事實上可能不是那麼重視公共安全 說他不管公安還是拒捕圈 一定要在這麼危險的地方化 我們認為退萬部至少在動工 繼續動工之前 應該要照當我們民眾訴求的 就是說你在動工之前 應該要確保周邊的廠商跟居民知情的權 你要開公聽會 讓大家充分的了解、充分的討論 然後而且你不但要開公聽會 你要協助廠商居民 甚至當地的消防隊 去提高這樣一個防災能力 因為你可能造成很大的影響 你又不願意去簽子 那你要協助大家去改 讓大家了解 然後要去改善這樣的問題 那你可以給我那張海嘯而已 那再來是因為我們去讀那個 我們去讀那個 觀音的那個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政府有去套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中心提供的海嘯一煙範圍 那我們很壓抑的發現 原來這整個三街所在的地方 是被政府自己去評估 認為是一個海嘯容易淹的地方 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三街竟然政府一直說 它是我們國家的重要的一個建設 你就會把一個重要的建設 去蓋在自己都知道 風險比較高 可能如果發生海嘯 有可能會去受損的 就被淹、一煙的一個範圍 那我們認為這是選址的錯誤 所以我們還是再次的呼籲 希望三街競速的圈子 要蓋在安全的地方 不要蓋在容易被海嘯侵襲的地方 也不要蓋在周圍有很多化工廠 萬一出事可能會造成很大傷害的地方 謝謝 好 我們先請邱雪之委員 好 主席 各位同仁、湯老師、律師 那就是 今天這個事情 說實在來這是人命關牽 我自己也處理過這種化工廠的爆炸案 那個慘狀是非常非常恐怖 那 人死不能附身 那更何況 就是說 這麼樣的一個危險 那範圍這麼大的一個地方 那附近剛剛蔡律師說的 你看這個附近有這麼多的一個工業區 包括大潭的工業區也好 環科工業區、陶科工業區、冠英工業區 數百家的工廠 那這個一旦發生了這個爆炸之後 那個後果不堪設想 尤其台灣就是這麼的地小人醜的一個地方 所以相關單位應該要能夠回應 包括這個潘老師各個團體所提出的這個訴求 就是你這個是一個公共政策的討論 那不是說你今天你要怎麼做你就怎麼做 還是要聽到各方的意見 然後包括居民的這個程序參與權 跟他的知情權 這是一個最起碼的要求 因為你的這個設施會影響到他的這個生命 然後甚至就是說他的這個整個這個家庭 所以他的生命造成這麼大的影響的情況之下 沒有道理 他完全沒有一個知情權的機會 那更何況 在這整個程序的參與過程之中 應該是 他是一個程序的主體 不是說今天這個單位說要怎麼做 然後他就可以怎麼樣來做 那所以在針對這六大六點的這個訴求 我們希望這個相關的單位應該要能夠回應 這一些團體所提出的這個訴求 那並且應該是在你還沒有完成真正的一個 評估的這個情況之下 應該全面的停工啦 應該全面的停工 不是說你這個一邊在做這個評估 然後一邊已經在施工了 開玩笑 那這個過程之中如果發生事情 那誰要負責 那你看看 這麼多的一個公安的事件 高雄的氣爆 到現在他的訴訟都還在處理 永遠處理不完 那更何況很多都是已經這個損害之後沒有辦法發生回復的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終於有這個部分 應該要這個積極的回應這些訴求 並且趕快先來勒馬 好我們請環境法律人協會 謝謝 謝謝委員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的發言就縮短 107年6月6日 協和電廠的更新改建計畫環境想說明書 它也是一個從燃煤改到天然氣的電廠 在這個環縮書要進入二階環境的審查結論裡面有一個重點 就是要求電廠的開發單位台電必須要以最惡劣情境模擬分析 本案的施工對於環境的影響 那因為本件三階案在88年就通過了 當時並沒有做這個最惡劣情境的災害風險分析 在後面106年的環差跟環線差的時候也沒有做 那因此我們呼籲兩點 第一個就是針對三階案最惡劣情境的風險分析這一塊 應該要再補作環境差異分析 應該要立即送件環保署來進行審查 第二個部分的呼籲就是環保署在90年7月已經有委託研究案 是意外災害風險評估技術規範工作 那這個工作完成了之後 但是環保署一直沒有把意外災害風險評估的技術規範把它公布出來 我們也呼籲環保署針對這一塊 應該要補足這個法規的漏洞 好再來你請滿野新竹生的協會理事長 陳憲任律師 各位妹妹記得那我也簡單說明一下 其實剛剛就已經有說到 我要提醒一下 當時中友在環評的時候 其實環評委員在最新的這一次有問他說 如果說這個部分產生這樣公安事件的話 中友有什麼樣應對的機制 他援引的是東頂時期的這個研究報告 只有針對卸料壁受損的情況 然後第二種是因為超壓卸氣 然後導致槽底破洞 他只有24吋的一個破洞 然後第三種狀況是LNG管線洩漏 換句話說他只有針對這三種情形去做回復 然後跟大家說這個完全沒有問題 最遠的距離就是750公尺 可是我們其實在這個相關的 雖然在目前環評的一個相關的技術規範沒有 但是我們從職業安全管理辦法裡面 有關這個緊急應變措施的一個指引手冊 這個應該也是算國家標準了吧 上面就已經有清楚的寫到 你必須要採取的是後果分析 什麼是後果分析呢 上面就有對他的定義 他包括對於人口環境、設備財產等一切的損失 必須要去做模擬跟緊急計畫的應變 換句話說在這個範圍內 不管是勞工也好 不管是居民也好 不管是工廠也好 一旦發生最惡劣的狀況 你就應該要去做緊急的一個應變措施 因為最後我們要呼籲的是 終究不要再偷懶了 這個是人命關天的事情 你不要再拿這個將近20年前的資料 然後不做重新的一個評估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 枉顧生命財產枉顧人民資的權利的一個行為 謝謝 我想本案就是因為環評草率 所以針對這麼重大的公安的這些可能的危害評估都沒有做 所以中油應該盡快來提環查 那我們現在請中油做回應 謝謝 好 委員 在座的各位 那些朋友跟那個官團的這些朋友 針對剛剛提出來主要大概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他們認為就是說 我們三接所引用的這個資料是很早有寫的 大概是八十六年的時候做的資料 沒有策心在做 針對這一點我很簡單跟委員回應 事實上這個是當時東頂公司做的資料 事實上這個報告其實也很完整 我們提剛剛那個潘老師他接釋了他一段 只是其中一些災入 他本身也是很完整的一個報告 但是這個都不是重點 我要跟各位報告的先講 我們依據目前國家 我們國家危險性機械設備安全規定 我們儲吵在先見之前 我們就要去做量化風險分析 所以也就是中領公司事實上已經在委託 專業機關已經做完了一個安全性 最近這一兩年剛做完這個安全性 的量化風險分析 那很好啊 那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已經獲得職安署審查通過 4月24日 這個就是一個很完整 所以你不要最新的資料 這個是最新的資料 那再依據這個量化風險分析 事實上這裡面 他的那個 剛剛您關心的那些問題 事實上都會發生在我們的資料 還是一樣 極限在我們的程序發展 請問 請問我剛剛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說現在已經有做評估報告 那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就是說 趕快送環保署進行環查分析 這個東西 我們就依照我們現在的程序 就是說這個 你能決定嗎 你可以決定嗎 這個部分 那你回答 如果沒辦法決定 那你把今天這個 要求帶回去好嗎 送完這個報告 另外就是說 剛剛也提到 幾個爆炸事故 事實上我要跟各位報發 那幾個爆炸事故 跟我們NNG 事實上情境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這個NNG的儲槽 都是依據國際的相關規範去設計 它本身就有很多這種 要避免操壓爆炸這種的設計 所以基本上它也不會有 它的儲槽 它離周遭都會不會有 這個讓環差去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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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便不會有發生 我們評估 你可以保證嗎 你可以保證嗎 我們能分析別的結果是這樣的 我請問你 你可以保證嗎 我們依據我們的專業 對 我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提出有 這個不是我個人的問題 就是說報告 可以經過專業的評估 對 那請 請這邊送環差 讓環評委員可以認定 如果有必要 大家即使可以去參與這個資料 那至於說 剛剛講的 你資料有公開嗎 這個應該是可以公開 這個 你有沒有公開 這個資料 我們剛剛 你可以公開嗎 我想這個是可以 大家可以評到 這個評估報告是可以公開的 好 那要不要提環差 請你回去 請你們的主管 負責的人 來回應 好嗎 好 那我們現在請工業局 對時間的關係 我再回應一點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因為這樣一個原因 所以要趕快去選擇 我想請問就是說 如果大家相信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危險 我不知道哪裡 還是 還可以把這個移到 那邊開去 我覺得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要重新再審視 這個所謂的安全 它真的問題是在哪裡 麻煩大家去看看一下 我們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請中油要提環差 讓環天委員再去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那工業局這邊 請回應 工業局這邊大概是中油 有依照產業創新條例 第三十八條 來申請 九關產業園區內的 主題填海造地時 對公共安全跟海域生態環境的衝擊 那我們在審查的時候 也有考量到 它主題填海造地 對於公共安全跟海域生態環境的衝擊 所以也有要求中油 就新辦工業人 在施工管理的時候 要訂定它的審查機制 來做好它的一些 對於這些公共安全跟環境生態的 一個公共的目的 那以上 那我們請工商受害人協會 賀顧 好 其實時間的問題 其實我們才比較要探討的是 如果是工作不安全的話 其實公共就不安全 居民就不安全 我們在上次的記者會有聽到 就是說在3月28號的時候 因為中油施工 其實脫行 讓那個工作船脫行 導致藻礁受損 其實從那一個事件的報告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了 當時候的中油的代表說 他們那一天 因為東北季風大 所以他們出海作業 導致工作船的三個斷籃 這個什麼 三個那個所謂的神籃斷裂 也只剩下一根神籃脫毀 老實講 這是多麼危險的公安問題 我等一下也要請教 要中油怎麼看這個問題 其實這就是 雖然我們治安法認為說 要死人要受傷 才算是職業安全衛生 要去檢查的 事實上在治安法裡面也說了 這是虛精事件 虛精事件的意思是說 即便沒有受傷 可是有財損 或者有這樣子的災難 其實就已經是 植栽風險員要去控管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了解是說 到底我們中油怎麼因應這件事情 第二個問題是要問說 到底這個主管機關的 桃園市政府的老檢處 或者是北區勞動檢查所 到底有沒有介入調查 如果有介入調查的話 應該拿出來讓大家審視 如果沒有介入調查的話 我們今天就檢舉 OK 第二個誤問是 那到底要看什麼呢 其實幾個問題 到底有沒有違反 職業安全衛生法 到底這個天候不佳 可以強行出海作業嗎 到底三條 四條短 四條短繩 斷了剩三條 這到底是安全的設施設備嗎 我想這幾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請這個 資安署來檢查 最後我們要提醒 就從這裡看到了 在當天施作的工人 就是在這樣子 不安全的狀況裡面 而我們的僱主呢 並沒有讓勞工 去在這個不安全的狀況裡面 繼續讓他們施工 在職安法裡面呢 第十八條第二項有說 如果現場的僱主 或者負責人 沒有讓 有立即危險之餘的時候 沒有讓勞工退避的話 其實是會換刑罰的 第二個部分是這樣 好啦 如果勞工看到這樣 立即危險的話 那請你用職安法第十八條 你可以施展退避權好了 僱主不能對你當 不利的處分 所以這邊是提醒 這個在三接工作時候的勞工 如果遇到這樣問題 請你施展退避權 最後最後我們查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一個所謂的 中油三接的廠商 其實是中頂工程 有限公司的統包公司 那它其實是下包商出了問題 可是我後來我去勞動部 違反勞動法的事業單位的查詢 我們發現這家公司 其實是職安壘辦 如果你去查的話 你會發現 103年的8月25號 那是因為職安法 103年才適用就開始 到108年 對不起我趕快講 最後時間到了 好好謝謝 好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那等一下我們會邀公部門 一起來再做協調 所以等一下請公部門到405 中心樓405來開協調會 10分鐘後 那針對今天的問題 其實也不是中油一個代表 就能夠決定 所以我們就是 大家發言的重點 請中油公司會帶回去 那針對這個藻礁 因為這個工作船的損害 這個禮拜五 海保署也是會在做確認 會在做限開 那希望政府審慎考量 因為人命關天 所以我們會持續來追蹤 來要求政府 為人民人命法官 好 那我們站起來 川老師 這裡在復考號前 我簡單的跟公部門 表示一下看法 就是說 今天我們要突顯的是公安的問題 那不管是開發公司中油 或者是相關的監督單位 環保署 或者是像那個輔導單位 經濟部工業局 或者是國營事業委員會 請你們針對著公安的問題 就觀塘三階 是不是該做最惡劣情境分析 這個後果分析 來真正的保障我們地方人民的 生命財產安全 好 我們喊幾個口號 每個口號喊一次 人命關天 人命關天 公安無價 公安無價 別再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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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工重庭 停工重庭 好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謝謝大家關心藻礁的夥伴們 那我們十分鐘後呢 在立委曾教華辦公室405那邊開協調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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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